江西渔甘县位于颇阳湖畔 端午斗龙舟之风自古兴盛 今年端午节 当地村民畅讲龙舟耗子 组织了近千艘龙舟 在江河中共同进度 在斗船过程中 人们都会把握好 只迎舱不迎船的俗讯 当龙舟明显超过对方时 就会放慢速度 给对方以追赶的机会 始终保持只迎几节船舱的优势 体现了有意第一比赛第二的美德